其實很多國家也不見得想要跟你走在一起 因為有自身的利益 尤其是歐洲的這一塊 那當然就是說中國大陸頻頻出招 那現在歐洲 梅克爾也在助攻 因為他畢業旅行跟拜登在一起的時候 他講了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他不抗中 而且希望能夠簽中歐投資協定 的確啦 如果說人權上有不受保障的話 他們會公開發聲的 但是重點是有關於中歐投資協定 他們要繼續簽下去的 介大使你怎麼看 就是德國他們也當然是希望能夠 不能夠一直都是跟著美國走啊 因為他會傷害利益啊 就像剛剛講的那些 比如華為啊 這個損失是我要自己自負的 其實我們把歐洲跟美國 視為必然一體啊 其實這不是事實 其實歐洲跟美國 其實他們的距離 比我們想像的遠很多 即使是價值上面 那當然今天就是說 梅克爾在美國 他只講得很清楚嘛 就是說你如果要談價值 就我還可以跟你走一走 雖然這個價值說人權 我知道在聯合國有關人權的這些 這些討論跟談判上啊 歐洲常常在批評美國的 因為美國現在譬如說 美國這個未成年人執行死刑 那歐洲是完全禁止死刑的 那還有就是言論自由上 美國是絕對的言論自由 那歐洲是相對的言論自由 所以他們事實上 即使在價值上啊 也有很大的一個差別啦 那歐洲國家基本上都是 現在都是搖籃到墳墓的 這個社會主義國家 那麼美國是一個純資本主義 是比較大爾文主義的這種 優勝劣敗的這種資本主義國家 所以他們這個很多觀念都不一樣 那不過談到大陸的話 那美國跟中國跟這個歐洲之間的 那個差距又更大了 因為美國基本上 他制定是一個全球性的國家 他是一個全球性的強權 他的利益橫跨大西洋 橫跨太平洋對不對 連這個七大洋 他全部他都要管 他有十支這個航母戰鬥群 對不對 那歐洲沒有啊 歐洲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有這種 歐洲現在他是 歐洲人的談這個國際 國際利益最強調是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他是由近而遠 那麼近的部分的話 就跟他是關係最密切的 那遠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關係沒有那麼密切的話 成為朋友的機會應該是比較大的 近的部分 他裡面任何有一動一近的話 都會影響到他們這些歐洲人 歐洲國家的 這些就是他真正的關係 比如說俄羅斯 比如說在這些這個烏克蘭 比如說白俄羅斯 那麼到土耳其 到這個中東 然後呢 所以 英國人看世界 他從這個什麼 近東 中東 遠東嘛 那你遠東的話 就歐洲人來講的話 基本上他地緣政治來講的話 這個之間的冒 這個衝突就應該是比較少的 合作空間就比較大 而事實上現在歐洲跟中國大陸關係 應該也就是這個關係 其實是互補 然後呢 互利性應該是比較大的 可是這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是把中國大陸 現在變成世界第一號 頭號的這個 戰略不管利益的一個競爭者 什麼都是 用零和式的方式來看嗎 歐洲人不這樣看 所以你現在要歐洲人來放棄掉 用他付出代價來配合你美國的 全球戰略來講的話 這個對歐洲來講的話 就等於說我支持你可以 嘴上講講可以 對不對 你現在好我拿出實際意義來配合你 那就做不到啦 比如說當時那個 那個Johnson就講 我不用華為我損失 你看他是23.6億美金 他說這個他當時就講 這個錢誰給我 意思說你美國也不給我 我就配合你美國 我就損失的白花花 23.6億美金 那今天德國也一樣啊 德國現在是中國第一大 他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是 是中國 不是美國 美國是德國第三大貿易夥伴 我看了一下數字 他中間這個貿易量差掉一千億 你美國排第三 你的總量少於跟中國大陸 一千億啊 對啊 那就說就在商 有些商就利益來利益化 德國會配合美國 會去傷害他跟第一大貿易關係 貿易國這個夥伴之間的關係 這就太不切實際了嘛 所以我想其實這個 這個Merker去美國走這麼一趟 其實要把這個事情 他也等於立場擺清楚 那不管他擺不擺清楚 我覺得除了他像這個 戴高樂主義的繼承人 這個法國的這個馬克宏 這個馬克宏 年輕氣盛 他會臣服於美國之下嗎 他當然要走自己歐洲的路啊 他講了多次歐盟是要走戰略自主 也就是要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 自己為利益中心 就跟美國的利益是不相同的 而且很多地方還是相似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美國要用更多的 所謂的這種扭 凝人家綁直的 就是說強迫歐洲來做的話 我覺得長久以後 反而會造成歐洲更大的反彈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 美國現在要把這個世界 一分為二 就是說兩個世界 一個是中國體系 一個美國體系 最大的敵人也不是歐洲 也不是中國大陸 而是這個全球化 對人類帶來利益這件事實 因為你搞兩個體系 大家都覺得不方便 現在大家已經 這個科技的發展 已經覺得這個世界 都沒那麼大了對不對 我們還要希望 搞更大的空間了 你美國還要在這邊 一分為二 你對其他很多 非美國的國家 不過商業來講 都是造成一種困擾 或者要人家為你美國買單 你美國的 你偉大的美國再崛起 我來幫你買單 就跟我們台灣的台積電一樣 台積電是被美國綁架的 剛才講一個場 現在六個場 為什麼台積電的know how 台積電的整個生產基電 要往美國移 對不對 他留在台灣的話 你看他到中科 中科附近這個土地大漲 所有老百姓都受惠 他到南科設一個場 南科永康附近的土地上漲 數倍往上漲 所有他在台灣留在 在台灣帶來利益 那你現在美國說 那你把你的生產線 你5奈米就移到那邊去 對台灣來講 對我們來講 損失也是非常的大 那為什麼 就是要服務你美國利益 那你同樣這樣的情況 你要歐洲人去配合 歐洲人會去這樣做嗎 我覺得短期會有一些 這種顧及上關係和諧的一些做法 可是你要真正歐洲人長期的 拿出真金白銀配合你美國 去圍堵大陸的崛起的話 我覺得根本就不可能 是德國也跟歐洲 也會想一下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北溪二號的這一塊 其實就跟美國 有很大的一個利益衝突 那拜登也說 就算好朋友 其實也有一些立場 不一樣的地方 代表他的確有一些分歧的地方 那就眼看 其實知道說梅克爾不抗中 結果在聯合記者會當中 拜登他自己講出了 他要對香港有一些不同的警告 他就在記者會說 美契在香港我們要發出警告 結果隔天就發現說 就將香港中聯辦七個副主任列入了封鎖的制裁名單 財政部 商務部 國土安全部 發出了商業市井 如果你跟香港做生意的話 恐怕會遭到潛在的報復 但這傷害是什麼 傷害是在香港的美國企業 跟美國公民受害者 那大陸這邊趙立堅就說 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 外國無權橫加干涉 中國大陸的涉港部門就說 中方不怕鬼 不拒押 不信邪 美方霸凌的制裁注定是怎樣 多行不易 必自弊 跟廢紙一樣 這個是所謂的香港牌 那我想再問一下 不只是香港牌 臺灣牌也是 最近也是發現 包括了美軍的C1146A的專機 竟然來到臺灣了 那結果呢 這個大陸國防部的發言人吳謙就說 臺灣是中國大陸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外國船艦擅闖中國的領空 會有嚴重的後果 你看 你還在刺激中國大陸 結果大陸解放軍呢 就宣布要在臺灣這邊進行的軍事演習 那這就被講說 其實是這個時間點很有相關 因為在6月6號的時候 美國就有三個參議員 搭著C17的運輸機訪問臺灣 之前亮哥還說 怎麼不送點疫苗來 這樣平平的這樣子 來刺激中國大陸 那其實就是臺灣牌跟香港牌 對 就是中國大陸 接受到了三個組合權 剛才講了香港牌 就是這兩個以外呢 還有一個對於 中國大陸的實體清單的增加 只能更早一點 大概7月9號 所以就是在7月的 這短短的一段時間之內 對中國大陸增加到 34個企業進入實體清單 13號呢 參議院通過了這個 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案 我們剛剛談過 16號對於香港市井 那麼在這過程中間 15號剛好插了一個 到松山機場的軍機事件 所以解放軍在16號開始軍演 這兩個絕對是息息相關的 那麼解放軍軍演的那個區域呢 跟他們劃定的這個 東海防空識別區有很大的重疊 而且那個軍演就是叫 台海軍演啊 所以我相信他的國防部的 所有的發言中間呢 有一個潛台詞就是 你美國的軍機到台灣 而台灣在中國大陸的定義裡面 還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美國的軍機到 它的領土的一部分 沒有受到中國大陸的同意跟許可 那這個就算是在邦交國也是不可以的 那麼在防空識別區也是不可以 當然這次的美軍軍機的路徑是 非常仔細的估算過 所以它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擦邊球 那我覺得我們在這麼明顯的情況之下 無論是香港牌或是台灣牌 還有對於中國大陸 直接出的這個組合權呢 都是在現任的拜登政府 所以在拜登上任之前 有很多人希望 川普政權可以早早結束 因為他對於中國大陸出的權 是非常粗暴的 那我時常用拳擊來表示 他的打法就是直來直往的拳擊 可是拜登出的權是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他有些東西是經由了國際組織 有些東西呢是他經由他自己 國內的法律的制度 你可以知道它的外溢效果會急於中國 但是你也不能說你不能這樣做 但是用台灣的話 卻是一個最直接的衝撞 因為我們我想我這一代的人都記得 當時美國跟中國大陸建交 跟台灣斷交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多麼決決的一夕之間 無論是美軍顧問團 或者是中美共同協防條約 在斷交之後呢 還有六個月的時間在夏威夷繼續進行 我復興那時候到夏威夷去負責這個事情 就是說你在一夕之間被拋棄的那麼堅決 而且決決就像阿富汗被撤兵一樣 那個時候的斷交的所有的條件裡面 就是軍事的力量要撤出 而且要全面撤出 那所以現在的這兩個擦邊球 我覺得是所有的目前的組合牌裡面呢 其實是最離那個真正的紅線最近的 就是台灣的球 你看起來雖然只是在松山機場降落 但是如果你從國土定義來說 然後你是一個軍事的軍機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沒有任何理由去不經過那個國家的許可 所以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當然前面一直說 我們的空軍沒有跟他們接觸 但是你沒有跟他接觸跟你沒有許可是兩回事 如果台灣的空軍連美國的軍機到松山機場降落都不知情 或者是沒有許可的話 這是沒有人相信的 這些所有空軍的將領啊 全部可以集體的辭職了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姿勢其大 而且他觸及到的紅線的程度呢 會遠遠大於我們今天的理解 當然中國大陸沒有直接跳起來 去做很強烈的抗議或者做很強烈的動作 那這就是英文叫做Salami tactic的 或者是中文你可以叫它做個洋蔥策略的這個可 可為之處啊 因為你這一條香腸呢 你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 那切到哪裡你說可以不行了呢 那洋蔥你一直剝一直剝一直剝 剝到哪一片的時候 你說你過了底線呢 你一開頭剝的那片沒什麼大了不起 你一開頭切的那片香腸沒有什麼大了不起 這個中間絕對就是 最大的國家利益的最高角力了 就這樣做了